嗨哈喽这个这段影片呢是讲这个 哎呀这个 这个第一个这个第 这个职军第1章第20第22题的影片啊 这个问题居然很多人好像说不会做啊 是看那个投票结果 这个有可能吗是大乱头的 OK 这个他这题目是问你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可乐瓶的里面他那个 这个他去去做一个压力量测然后他这个压力这个 gauge reading呢就相对压力的读书呢是50个psi啊 那那个g只是跟你讲这个叫做gauge pressure啦就是相对压力啦那其实他就只是相对压力是50psi啊然后他说呢这barometer reading是28 英寸巩柱啊那问你说那个绝对压力是多少啊 那这个其实课本不是有提过吗这个绝对压力呢 那absolut 绝对压力呢等于大气压力呢 加上相对压力呢 那我记得我上课说还讲过相对压力其实有正有负啦那他题目是跟你说gauge reading是正50那就是正的正50你不要想他是不是有可能是负的 也确实有可能是负的负的啦那在题目他给你正50 那就是说相对压力是正50啦OK 那个barometer reading呢这个我上课有强调过这个barometer就做 气压剂barometer就做气压剂 所以他给你barometer reading就是告诉你当时的大气压力是多少啦当时的大气压力是多少啦 对或是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这叫barometric reading OK反正两个字很类似的反正就跟你说看到barometer reading他就是跟你说这个他他就是跟你说当时的大气压力是多少啦那绝对压力等当时的大气压力加上相对压力嘛就这样子而已嘛 那他这个只是说那题目他是要求你说他最后这个绝对压力是要换成kpart而已嘛那你就去查那个单位换算表嘛 那单位换算表他上面其实已经有跟你讲了啊这个比如说 一个英寸拱柱呢 一个英寸拱柱高呢 会等于3.386kpart嘛 那那psig呢psig就是psi嘛就是sign嘛那一个psi会等于 一个psi是多少一个psi是多少kpa 等于6.893kpa啦 OK 那所以呢你这个abs是绝对压力呢 so absolute 绝对压力的等于这个20这个当时的大气压力但是你要把它换成kpa 86 然后加上这50这个是相对压力然后乘上6.893 那这样就是你的绝对压力咯 那这个你 乘上 计算机稍微按一下哦 要按计算机呀 43 439.45 8 嗯好像有点粗啊那没关系有换439.46 439.46 呃 那多少那大概是多少呢kpa okk是10的三次方 那pa是牛顿除了米平方牛顿除了米平方 这个要知道好的 这个就是这段影片啦 哎呀 真的不会吗不可能吧 随便乱按的吧